我俩在一起两三年了 为她我放弃了很多 什么都以她为中心 现在谈到结婚了 她却跟我说分手 我实在结束不了 现在她不上班 天天躺在家里无所事事 生活中所有话销都是从我这里出 我无法再继续忍受 我的经济压力实在太大了 我现在这样不都是因为她吗 为她留在北京 她不同意的工作我不做 现在她却反倒来嫌弃我 她现在跟之前相比 变化特别大 一直拿推掉的几个工作为理由 来报复我 我感觉我不是在谈恋爱 是根本不是在过日子 我实在是不甘心 在她身上我看不到未来 到现在连父母都没见过 三年青春难道就这么把被丢了吗 为你付出了那么多 究竟有多多呢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小猴25岁 来自内蒙古空城 女嘉宾小张24岁 来自河北无业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谈了三年恋爱了 对 应该就是同学吧 她是我学妹 我们是在一次同学聚会上认识的 然后聊得很开心 就互相留了联系方式 后来我们一起吃饭逛街 就这样正式交往了 也就三年下来了是吧 对 是 怎么了 今天过来我就想讨一个说法 因为我们毕竟就是在一起三年的时间 我觉得我为她牺牲很多 为她放弃了好多 就是好的工作 最后还为她留在北京 然后谈到这个结婚的事情 我没想到突然就要跟我分手 感觉被人耍了一样 咱们慢慢说说好不好 就是这样 我们俩一起去面试空城 她留在了北京 然后我面试到了云南的工作 然后她就说就是 可不可以就是为我留在北京 然后我不想异地吗 最后就是为她留在北京 那你留在北京 你可以接着再考啊 然后就后来也是面试过很多公司 就是也是因为异地 也是考虑她 就后来都拒绝了 然后就相当于是 就去做别的工作 为了她就是不做这一行业了 转了个什么行啊 转行之后就是我做了模特嘛 然后后来她就一直就嫌弃我这个工作 接触的人比较杂呀 然后说我就是社交比较乱呀 然后后来就是 也是为她这个就不做了 有好几次 我去接她回家的时候 我都看到她跟一个男人在一块 然后两个人还走得很近 很亲密 然后男士还帮她提包什么的 我看到这一幕之后 我心里面特别生气 她一直就是说 然后人家对我突磨不轨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们相当于是合作伙伴嘛 就经常一起跑活动什么的 她一直就觉得我跟她就关系暧昧啊 不清楚啊什么的 那这个工作现在还在做吗 没有了 就是为了她然后吵了一架嘛 就为她 不做了 对 后来又做什么呢 后来我跟她说了 我说你可以不做这个工作 然后你自己也做了有半年多的时间了 这个礼仪模特 你自己也掌握了很多这种资源啊 人脉 我说你不要跟这个男人再有合作的关系了 你自己可以单干 她也不愿意 那你觉得这样做合适吗 人脉也是通过人家认识的 我可以就是抢人脉自己做嘛 行吧 咱们不讨论这个 那后来干了什么呢 后来是我给她介绍了一份工作 在酒店前台做接待 结果她做了也就是一个多星期吧 这个工作主要就是我不喜欢 然后 没有兴趣 对 然后去了之后 每天就是站十几个小时 穿着高跟鞋 那你总该找一个工作去做一下 总不能一直在家待着 天天 那我后来也有找工作呀 不是得有一个过渡期吗 她不工作大概有多久了 有半年多的时间了 半年多的时间 而且这半年多的时间 我们两个人所有的经济开销 以及生活 都是我一个人来承担的 她还会买衣服啊 化妆品啊 包包什么的 其实我也不是不给她买 只是说 她最了解我们两个人 现在的生活状态 就是说这半年多 我什么钱都没有攒下 然后这一方面 家里人对我也很不满意 我自己对自己也很不满意 那你怎么不说说 之前为什么发生什么事 才这样呢 发生什么事 之前就是因为没有工作 她不知道我见她父母 还把我就是扫地出门 我先帮小布 小布 这个文化